大家好,在三角梅的养护过程中,打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打顶呢,我们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在枝叶比较饱满的情况下 然后呢,我们给它进行栽芯打顶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枝叶涂涨 还有一种的话,就像我这种情况 就是说它现在呢,枝叶不是特别繁茂 我想让它长出更多的分枝,侧枝出来 想要让株芯更加的饱满 那么我的打顶呢,就不能像之前那样 只是作为掐心来修剪 而是要把这个枝条进行短节 但是在修剪枝条的时候呢,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想要让它后期长出的分枝,侧枝更多 我们要等到它的这个枝条啊,已经出现木枝化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修剪 像我这一个枝条啊,就是之前呢,已经出现木枝化 然后呢,我给它从顶部这里进行修剪 然后现在已经长出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分枝出来 现在分枝呢,特别的多 但是如果你像这一条一样,你在它还是嫩枝的时候 就给它进行修剪啊 它到时候呢,就只会从顶部长出一个分枝出来 这样就达不到分枝多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等到这个枝条开始出现木枝化 我们再来给它进行修剪 修剪之后呢,也不要忘记补肥 那么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三角梅用肥 最好就是用芝麻饼肥这种植物性的有机肥 而不要用动物性的有机肥 因为动物性有机肥呢,含有这个盐分 而且呢,是偏碱性的,不太适合三角梅生长 我们可以每两个月左右 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二三十颗左右 这个芝麻饼肥就可以了 在肥充足的情况下 蜘蛛长出来的分枝侧枝才会更多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